我太太当年在北京去学中医 北京有一个大陆最著名的一个中医药大学 第一批的台湾的学生 结果到北京嘛 那不就进谁楼台了 所以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在台湾就想 飞机一降落 然后我再看见身边太太 这是不是台湾女特务把我管过来 孔子有个学生叫曾子 他就是个受虐儿嘛 他爸每天就揍他嘛 喝醉酒就揍他 没喝醉酒就揍他 就有一次曾子被揍到住院 OK 住院出来之后他很开心 你看我多孝顺 孔子生气 他跟他讲什么 小藏兽大藏种 就如果你爸拿藤条抽 你就让他抽两下呗 如果他拿西瓜刀砍 你就跑给他注意 OK 你看这多么进步的思想 社会的发展 看年轻人 我们才知道这个活力在哪里 才知道社会的活力在哪里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样的时候 你反观他的政府 怎么去做 我觉得现在限制台湾的年轻人 最大的可能是政府的问题 政府限制了很多年轻人的发展 是吧 就像核武者 中文字幕傅 中文字幕傅 中文字幕制作人 整理&字幕上有点 awesome 那个人